再婚两年 来自浙江杭州的赵女士 现在对自己的婚姻 有一个深切的感受 我感觉我是拼命地 把她往我这个家里面拉 拉进来 把她拉到我这个家里 但是她就是一直在 把我往外推 或者她自己想要往外逃的 这种感觉 一个推 一个拉 于是仅仅才过了两年 他们的婚姻就已经摇摇欲坠 岌岌可危 而在危机面前 两人的表现也是天差地别 我一直在努力 我有自我检讨 我自己哪些地方 做得不足的地方 我又在做弥补 这样没有质量的婚姻 不想再继续 没有信心 完全没有信心 如果我们用100分来计算的话 想离婚这个念头有几分 觉得90吧 感觉很难找回去 继续这个婚姻 这个结果是100分的话 你说有多少分的期望 我很相信金牌调解 然后通过我们两个 双方的一个努力 100分应该是没问题的 一个满怀期待 一个却去意已绝 这样的他们 究竟存在着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当夫妻俩走上调解席 又是怎样的状况 让灰心失忆的龚先生 替泪横流 感觉这个家庭就是 那么让人开心吃 让信心满满的赵女士 伤心欲绝 而又是什么情况 让调解员胡建云 说出这样一番 看似无情的话 这样处理问题 就叫孝敬的话 我宁愿不孝 调解即将开始 各位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双方当事人 赵女士和龚先生 欢迎二位 了解一下 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我老公老师拿离婚 来作为一个要挟 作为一个达到她的 一个目的也好 这样的话 已经经历了三四次了 所以我感觉到 特别不理解 她为什么这样做 每一次这种时候 你是觉得 比如说她只是 她的一种表达的方式 还是她内心是真的 有考虑离婚这件事情 对 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 因为我们在沟通方面 一直存在很大的一个障碍 所以我就不清楚 她到底是 只是说说 拿这个作为一个手段 还是说真的 她觉得很累跟我过下去 她是想要离婚 那龚先生你的诉求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婚姻过下去 比较没有质量 不太幸福 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可能就是觉得 为了维持这段婚姻 而去继续婚姻 希望结束 所以她刚才所说的 你并不是说说而已 我是认真的 但是她可能不相信 如果你说这个话是认真的 为什么没有真正走到 离婚那一步 一个方面的话 是有家人的劝解 然后后面的话 是准备来做调节 终于要走着 而且我和她说什么 感觉说不到一个频道上 所以你今天来调解 是希望通过大家 帮你们分析 然后让她能够接受 对 龚先生的表述很明确 他是真的已经下定了决心 要结束这段婚姻 而并不是像妻子所想的那样 是以离婚作为要挟的手段 可是这显然是 妻子赵女士所不能接受的 她对他们的婚姻仍然抱有幻想 并且信心十足 我并不认为她要跟我离婚 其实我们的感情是挺好的 只是她这么 对 我并没有把它当成是真的 其实我们的感情是 我个人认为是挺好的 我仅仅认为她只是想 这件事情我们俩产生分歧了 然后她想达到这个目的 达到她想要的期望的目的 是这样子的 赵女士坚定地认为 丈夫现在之所以会提出离婚 仅仅是因为 她们最近碰到了一个重大的分歧 而丈夫也极有可能 是为了让她从中妥协 才提出离婚的 那么赵女士所说的这个分歧 究竟是什么呢 我跟我老婆是二婚 我们是打算就是今年五六月份就运检 就检查出来有乳腺节节三级 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生活 往好的方向去奔了 为什么突然来了一个这样的消息 放在我身上 我是很紧张的 然后我的情况也比较特殊 又做不了手术嘛 然后我就去了一家美容院 她是用仪器做的 是一个养生项目有效果 然后我就在那里开张一张卡 然后发现她生意也好 然后了解一下投资也不多 几个人活活 两万块钱 加上这个仪器三万块钱 仪器我本来自己要用的 就五万块钱 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嘛 就五万块钱投资也不多 对不对 我可以去尝试一下 所以我就跟我老公去收 她就不同意 养生管的那个护理的话 她是办那个卡了以后 我当时觉得既然 别人做护理馆 那有效没效 先去做呗 但是后来她就和我提 说准备买一个机器 要三万块钱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不能盲目地去 那个三万块钱 毕竟不是一个小事 然后我就说 这个要先去了解一下 对她这个投资项目 就是了解的越多 越觉得不靠谱 她在网上搜索了这个公司 就看到很多负面新闻 她就不相信 她也没有很好地去领导我 她就是死活就不同意 所以我也就是很恼火 我这个钱我也没有理出 是拿我自己的收入 她就说不行 你要做可以 这投资四万多块钱 我就给你这四万多块钱 我们就去离婚 因为我说了这么多 你也不听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事情我来说吧 我是觉得生活中好像 一直觉得缺着一种幸福感 可是好像说要离婚 好像没那么大决心 觉得也不忍心就提离婚 那个事 如果说你们俩之间 没有发生所讲所谓投资 这件事情 你是会提离婚呢 还是会继续 应该不会 继续就这么过下去 龚先生聊聊几句话 交代了一个重要信息 那就是在要不要离婚 这件事情上 其实他已经考虑了 有一段时间了 而之所以早前没有提出 仅仅是出于不忍心而已 那么赵女士 能够接受丈夫的这个想法吗 她又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在我看来 其实这只是 每一次一个爆发点 如果这次不是因为投资 下次我们这样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 她又是这样 她的心有个症结症 她还是没有打开了心结 对于丈夫之前的坦白 赵女士自有一番解读 她认为 如果说丈夫不是以离婚 来要挟她放弃投资的话 那么就一定是 她内心有心结在作孙 而她思来想去 在他们短短两年的婚姻里 唯一可能会成为 丈夫心结的事情 就是在他们结婚之初 那件发生在他们欢天喜地 搬入新家时 发生的事 是我们结婚 当时我们是要准备 办结婚久 入合久 然后我婆婆她一直是在 我小姑子家 就是她妹妹家生活 当时其实这里面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来说 好吧 你说吧 我是第一段婚姻 我妈妈是受了很多委屈的 我是觉得很愧疚的 在婚前 以后我老婆讨论过 希望的话就是说婚后 把我母亲接过来 和我们一起住 当时她是答应得很好 那个时候房子没装修好 是住房子住就没有地方 我妈妈就住在我妹妹那里 我们准备搬进新房了以后 我妈妈和我们一起搬进去 把她的父母也接过来 我们一起赡养了 然后在搬进新房的前一天晚上 老婆就和我说 希望我妈妈在这边住三天以后 就还是回我妹妹那里去 她是说担心我妈妈过来 和她的父母之间有冲突 说不好 那我当时就是说 也有这种可能 但是更多的可能是说 可以处好 就是即使处不好 我们也不能说 单方面就要求说 让哪一方不住进来 而且我也很明确地说 实际上我妈妈是更愿意 和我一起住的 我认为我是说得很明白了 她也没有继续 和我争执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个事情 就应该是这样决定下来的 OK了 但是搬入新房的那一天 然后她就和我妈妈 就说了这个问题 还是提了 还是提了 是如何表达的呢 她说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不在场 这里其实是这样子的 是我好心办错坏事 我是从我小姑子那边的考虑 我妹妹家当时的情况是 老大四岁多 妹妹又怀老二了 妹妹家走底也怀孕了 她婆婆那边也要照顾 所以她这边是没人的 所以你的好心是说 妹妹那边确实需要 对 我们刚新婚 我们还没有小孩 就是说我把我自己 当成一个女主人的心态 然后我觉得 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我是在为她们 去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说按照 公先生的理解是 是你违背了你当初 跟她结婚之前 你们俩的那个诺言 所以这就是两个人 对同一件事的看法的偏差 她说你头一天晚上 跟她提出来的时候 你说的原因是 怕两边的老人相处不好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部分 实际上她也理解错了 我父母根本就没想过来 我们这里住的 那公先生已经说了 当天晚上她就否定了 你的这个提议 你第二天为什么还要再提呢 所以这就是 我认为我是好心的 对不对 我认为我是在 为她们着想 为她家着想 你用什么方式 跟你婆婆提出来 是这样 我是先跟我妹妹说的 我妹妹当场就说 可以啊 我们本来就是这么计划的 好 我这么一听她这么讲 那我就去跟我婆婆说吧 我跟我婆婆说的时候 我婆婆也是 你跟你妈妈常答应的 这件事情 有不快的 没有是说 不是很痛快的 很容易去接受这个 说住三天回去 她当时是说生气 说那我就今天就回去 很不高兴 但是后来和我说 还是回去帮我妹妹 去帮忙 然后让我好好过日子 我就说我马上去找她 不想让我妈妈这样离开 然后我妈妈就是 不想 也不太乐意 她说这个 参合在我们中间的话 反倒有矛盾 不许我去 再去找她说这个事情 所以妈妈就一直 就没有跟你们在一起住了是吗 对 感觉 愧疚 所以这是我们家 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 包括我老公也好 我婆婆也好 我跟他们一直强调的就是说 我这个人说话就很直 你有什么 我哪里说错话 做错事 你可以当场跟我说 我可以改善 但是这件事情 我婆婆 她不高兴也好 我是不知道的 她当场是 满面笑容地跟我说可以 所以说我就以为 这件事情过了 你知道吗 正常 她该对我好 还是更好 我们生活的秩序 我就没觉得有问题 赵女士会有这样的判断 很正常 因为在她看来 当她提出 让婆婆住到小姑子家时 婆婆是满口答应 丈夫也没有意义 此后 她们的新婚生活 也一片和谐 丈夫对她也是呵护备智 婆婆偶尔过来串门 也并没有心怀芥蒂的样子 所以她当然会认为 搬家时发生的那件事 早已过去 那知道事情 仅仅过去了三个月后 丈夫却毫无征兆地 对她提出了一个 晴天霹雳的想法 到大概三月份的时候 然后她就直接离出离婚 说这个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我就觉得好像 事情有点 整大了一点 或者就是说 好像这个事情 没那么严重 我做错了 说错坏了 你可以说的 想得太多 当她跟你提离婚的时候 你怎么反应的呢 我第一反应 我就觉得很气 觉得这是一个小事情 这是一个误会 完全可以通过沟通 后面我就马上跟我婆婆 去到我妹妹家亲自去道歉 想弥补她 老人家有什么 我感觉我婆婆跟她一样的 好像都已经认定 我这个人就好像很 心不好一样的那种感觉 妈妈有没有直接跟你表达过 就是她内心 在这件事情上的遗憾 或者伤害 我感觉这种 我觉得这种说好的事情 然后就变了 而且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情是影响了你个人 还是影响了你对她的看法 影响了我对她的看法 这也是 心态有很大的变化 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前 干活苦一点累一点都不熟 为了家庭嘛 这事情发生以后 有了什么变化 同样的事情 可能会比较更累一些 感觉这个家庭就是 不那么让人开心 我能不能问一下 在你上一段婚姻中 究竟给你妈妈带来了什么伤害 第一段婚姻 婆媳之前吵架 然后她就叫了一帮人去 一大帮人去打碰妈妈 在这个事情之前 他们的婆媳矛盾 你心里的判断 是你前妻的问题 还是你妈妈这边也有存在问题 我前妻的问题大一些 在你跟赵女士还没有结婚 你俩接触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 感觉她和你妈妈的 将来的婆媳关系 是你担心的 还是你会放心的 总体上感觉是放心的 好 所以当结婚以后 或者说那个房子事情 发生的时候 对你来讲是 没想到 完全没想到 太意外是吗 嗯 她刚才始终在抢了 她觉得这件事情 放在任何一个家庭里 都不算一个太大的事情 或者说 不算一件伤害 那么大的事情 你觉得呢 我是觉得 她就完全没有考虑到 我的意愿和 我母亲的态度 没有好好去出的这个初心 你想要的那个前提 不存在了是吗 嗯 所以即使她怎么弥补 在你看来 都没有用 我是觉得很难回到过去 难回到以前 我期望的那种 比较和谐的状态 感觉对婚姻很失望的 不知道怎么样 能把日子过好 龚先生虽然一直在解释 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 可是他此时所说的这些 却是从来没有对妻子赵女士 透露过零星半点的 于是本旧神经大条的赵女士 一直被蒙在鼓里 毫无察觉 现在当他终于得知真相 内心的委屈喷涌而出 我觉得我老公心里太脆弱了 这么固执自己的标准 在那一次 不允许别人 犯任何一次错误 现在这一点 我也不太介意了 对婚姻很失望的 在你一看来 从现在开始 改变他以往的一些做法 他做一些调整 那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觉得很难改变 你们不觉得是要很残忍吗 他用他固执的标准 你无论怎么做他 他也不想接受你了 我真的其实我很爱他 因为这是我爹的婚姻 我特别珍惜这个家庭 我哪些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为了这个家庭和睦 团结 我真的可以牺牲自己的 就包括你所谓的投资 真的 我是哪怕为了保持这份婚姻 我可以妥协不做 可是你也没发现 他都说 未来我不管做怎样的努力 他都不觉得他能接受我 他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 他可以否定你对一切好 如果真的就是这样 你能接受得了吗 我可以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可能说明 我们两个人 根本就真的不是一路人 他不想 如果是 他不是像你所说的 只是以离婚来要挟你 他是真的觉得不想跟你过了 如果真的是这一点 你能明白这一点的话 你也可以 可以啊 没关系的 我也不想放弃我的尊严 因为婚姻是相互包容 相互帮助 相互关爱 可是如果我这段婚姻给我的 这些都没有 即便我再怎么努力 这么付出 你不接受 那是你的问题了 不是我的问题了 我觉得我放弃 我也可以的 虽然这不是我想要的初衷 赵女士的委屈意欲言表 她的伤心也显而易见 可很遗憾 在面对妻子或极力挽留 或潸然泪下之时 龚先生却依然表现得 事不关己一般 沉默着不发一言 调解员胡建云 显然注意到了她的表现 于是她对龚先生 提出了一个疑问 现在对你的一个疑问就是 你们家的事情有那么必要 让你那么难受吗 这点会让大家不解 她也不解 对 我们忽略其中一切过程 从结果上去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 找不到理由去 要如此伤心 你默默地忧伤 婆媳之间 夫妻之间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 那就大家做好解 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妈妈伤心了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站出来 给妈妈做一个合理的解释 帮她一起分析 你妈妈心里不就敞亮了吗 如果你陪着你妈妈去生气 你觉得真是孝心和存疑 一件小事情 被一个孝敬的儿子 变成了一件抹不掉的 老娘心里的伤口 这个儿子还号称自己很有孝心 而且对媳妇来说 我并不想制造伤口 那这个伤口是谁制造的 不就是大家 几个忧伤的人放大呢 这叫孝心吗 所以啊 站在我的角度来说 今天你可以谈 你们沟通的问题 你可以说她 这个用力过猛也好 那个也好 但我觉得你今天 很不适合去谈孝心样子 我们都是有老娘的人 这样处理问题 就叫孝敬的话 我宁愿不孝 接下来有一个问题 你在处理家里面的事情的时候 这一种方式 是不是跟你第一次婚姻接体 有非常大的关系 紧接着 跟你马上面临接体的第二次婚姻 也有关系 当然你肯定有你的解释 但是我必须提醒 仅就今天提供的信息来看 结合我们的经验 我会认为你要承担很大很大的责任 承担责任 并不是说 就要把你给彻底否定 而是提醒 可能要换一种方式 要不然悲剧不断重复 而你却在标榜 自己是孝敬梦心 一个成熟的人 我认为是敢于担当 去假设自己可能有问题 这样能让建议走到心里面去 而不是永远都假设自己是对的 因为这种对在家里面毫无疑 把自己降低一点 感恩生活 感恩身边有人会为自己妥协 幸福才进门 才进得来 永远在等待 来一个完美无缺的 太不可能了 赵女士 我先想替你抱个不平 因为我觉得 在你们的这个婚姻当中 最初的那件事情 也就是婆媳关系这件事情上 赵女士是个背锅侠 赵女士替谁背了锅 替你的前任背了锅 替你自己背了锅 对于母亲来说 龚先生你是非常愧疚的 然后你母亲至今为止 可能就住了三天你的新房子 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原因在哪里呢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你在这方面能力的缺乏 龚先生 你没有协调好 你前妻和母亲的关系 到后面 你在和她的相处当中 你在中间 其实你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做到的 我相信你自己心里也明白 而且是内疚的 但是你把这些情绪 都宣泄在了赵女士的身上 所以说在你的心里面 可能更多的 我相信是对自己的一种责怪 而这种责怪 你把它宣泄在了一个爱你的 一个你最亲的人的身上 所以说在这点上面 赵女士其实挺委屈的 对于你母亲的这个问题 他们关系的修复 并不是她一个人的事 真的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因为你们两个是共同体 你们两个是你母亲的儿子和儿媳妇 所以这件事情 需要你们两个共同去面对 而不是她一个人 跟龚先生多说几句 实际上在您这个年纪的男人 我觉得有很多是羡慕你的 你现在母亲在世身体健康 你现在也有工作 然后也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你有一个我们看得到 如此制裂的爱情 愿意为你付出 愿意为你改变的女人 在你的身边 有这两点 我觉得做一个男人来讲 她应该对未来有信心 有决心 实际上我觉得您要认识到 在母亲爱人和您在三个 我们讲说三角形 是所有的形状里边最坚固的 但之所以您的生活当中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实际上我认为 母亲可能也没有问题 爱人可能也没有问题 三角当中 是不是您的这个支点不够有力 才让整个家庭 开始摇晃起来 我希望龚先生 要强大起来 要强势起来 龚先生 我知道您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人 我想您要知道 您的母亲一定希望自己的儿子 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如果你真的那么孝顺的话 为了你的母亲 也应该向爱人敞开心扉 让爱人炙烈的阳光照进来 我相信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先跟龚先生说一下 其实我觉得在你的内心深处 可能你谁都没有怪 可能你最怪的应该是自己 你最放不下的就是自己无法去应对 你生活中碰到的所有的问题 所以你才会出现现在这种状态 假如你想为自己好 我觉得你应该想一想 此时此刻 你是去想您跟您太太日子过得下去 过不下去 还是想想怎样调剂自己的好 因为您的问题 你跟我都很清楚 假如你自己的问题不解决 我相信 纵来你有公太太三 公太太四 公太太五 同样的问题 还会周而复始 你对现实的抗拒逃避 以及对自己的不接受 很多时候 它牵引到了现在的生活 您不觉得 您真的需要去调解一下自己 那至于赵女士 我对你的问题我不谈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试验好吗 可以 您配合我一下 您站起来 站在您的丈夫边上面对她 按照心理老师陈红的指令 赵女士走到了丈夫身边 接下来陈红要求她们夫妻 模拟再现一个生活场景 现在因为房间的空调 开的是她喜欢的温度 但是是你不喜欢的温度 那你现在觉得有点不舒服 轻易把你生活当中 碰到这样的问题 你想跟她沟通 这种过程 你跟我演绎一遍 老公 我感觉到挺冷的 你看现在把温度 再高一点点 加个点被子 但是又觉得好像很热 等下会很热 这样一热一冷 我很容易感冒 你知道我体质 是属于那种很容易感冒的 如果你觉得太热了的话 在房间睡好了 基本上是这样 好 谢谢 一个简单的生活场景再现 心理老师陈红能从中 看出怎样的玄机呢 她对夫妻俩的相处模式 又会有着什么样的解读呢 从你刚才的那种状态 我相信龚先生 他也是有感知 你是爱她的 因为你一过去 你已经控制不住 亲密的这个关系 已经是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了 通过你跟她的这个沟通 你在跟您丈夫说话的时候 你丈夫现在的情况 她特别不适合和不适应的 一种语言模式叫主体语言 就是我觉得我想要 我特别以我为主 短短的三句话 你用的都是主体语言 说明你是一个为了爱与恨 你都是特别主动的女人 你绝对占控制权 但是这在普通的爱情上 是多么勇敢的一件事 但是在这段爱情上 你用过了力 用猛了力 因为她现在不适合 她害怕 你太用力 你的控制权太强 就会让她觉得 其实我是无用的 您跟她刚才的沟通方式 可能于现在不利 为了这份爱 请你往后退一退 以后语言表达模式可以说 老公 你觉得你喜欢什么样的方式 老公 这样的东西你喜欢吗 可能对她来说更适应 我觉得可能说叫你去迁就 会有点委屈 但是我永远都觉得 只要你有爱了 迁就到最后 她始终都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她现在害怕的是自己 等她能够面对自己的时候 她同样就能面对你 其实我还是挺看好你们 因为你长相亲厉 情感丰富 这个世界 特别是她的世界 其实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 只要你把方法用对了 其他都不是问题 我先给女方聊一聊 好的 我觉得首先呢 您很多时候是神经大条 就是我们缺乏一个 对人际关系一些敏感问题 注意力 对对对 很多需要去注意的事情 你恰恰不去注意 南方很看重的事情 你恰恰忽略掉了 这是让南方很郁闷的地方 刚刚说新房子装修好了 让婆婆来住这个问题 您始终要记住 中国家庭最敏感的关系 就是婆媳关系 更何况您的丈夫和您的婆婆 曾经在您丈夫原来的 这个夫妻家庭当中 她是受过很大伤害的 所以对这个事情呢 会比其他的家庭更加的敏感 而您呢 对其他的东西敏感 对这一件事恰恰非常的不敏感 这个的确是的 但是我就觉得 他也要配合一下 你有什么需求 你可以跟我说 其实 这个我正想跟您说 这个世界上呢 不管男人和女人 都会有很多种 有的男人 他会很主动的 就是有爱大声说出来 有怨大声表达出来 我就是这种人 因为可以沟通 你是这样的 对 可惜你家的丈夫 不是这样的 而且我告诉你 他这一辈子 他的性格 改变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那怎么办 假如你说 那不行 我不适应这种生活 OK 咱们就分开 但是呢 你是很在乎这段婚姻的 OK 那你就去学会去 主动的去调整自己 去适应对方 胡建云和调解团队的发言 精准地揭示出夫妻俩 在沟通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初线条的赵女士 习惯了直来直往的表达 可龚先生却偏偏是一个 有事压在心里的人 她的想法不会轻易表达 即便表达也十分委婉 两人的思维模式和沟通方式 相去千里 走到现在的局面 也就不足为奇了 接下来 我们的调解团队 适时安排了密室环节 那么密室中的夫妻俩 又会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她们心中的癥结 能不能就此打开呢 你的付出 你的感情的主动行为 我是能感知的真真切切的 我真真切切能感知你的付出 你身上也没什么大毛病 没啥大毛病 只是稍稍一丢丢 会忽略一些东西 神经大调一点点而已 那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做了 我提起点建议 你可以去做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首先放低你的期望值 你的心情会好一点 对对对 这是第一 第二 多设身处地 从别人的 比如说婆婆的想法 老公的想法 从她的角度上去思考 她会怎么想 就是那么我就怎么去做 就是帮助她 让她心情好转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在生活中 多去关心她 调整一下自己的 这个处理这些关系的方式方法 和自己的心态 那就说了 对对对 刘峰和赵女士 一直在探讨 如何与龚先生 建立良好的沟通 赵女士也一如既往地表现出 积极配合的姿态 让人感觉 其实她打心底的 不想放弃这段婚姻 她还是想努力地挽救 那么她的这份心思 丈夫龚先生能领会吗 龚先生对他们的婚姻 又有着怎样的想法呢 妈妈的事情对你影响很大 现在也没那么大 我觉得我自己过去了 没有说耿耿于怀的 我现在想离婚 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就是关于经济上的 很多时候她不信任我 让我感觉很舒服 最开始的话 她就想说 我把工资扛给她 但是我是会同意 我一个月给你两千块钱 她是不同意 就是要三千块 三千块钱感觉是 可能有点很高 因为当时装修 各方面还要花钱 但是她态度比较坚确 说了半年说不了 后来我就同意了 实际上结婚以后 给了两个月 你三个月的时候 你就没钱了 你钱我就找我妹妹去借钱 实际上 因为我最开始装修 有媒体说 让她去出钱 我感觉她也没有出钱的意愿 就好像不愿意为这个家 付经济方面的责任 她又保留你觉得她 她会有点保留 我觉得 因为平时的钱 她就站在手里 我都不是说什么的 花钱什么的 是感觉的问题 就感觉信任不着 信任 她不信任我 我也不信任她 第二个 关爱方面 的确感觉很少 大部分都是我承担 我经常买水果回去 然后给她打洗脚水之类的 你会做这些事 但是 我就仔细感觉 感觉就感觉不到关爱 觉得没有那种温度 我希望 幸福自己 走下去 对 就这句话 我就是觉得 我希望 找不到这个点 但是她对我挺好的 我还是走下去的 我就想找到这个点 说真的 面对心理老师陈红 龚先生坦诚了 隐藏在她内心深处的担忧 原来 除了当初搬家事件 在她心里存有阴影之外 她们夫妻在经济问题上 也一直存在着重大分析 而这些 都是让她对婚姻 越来越失去信心的重要因素 了解到这个情况后 陈红带着她的想法 来到了赵女士身边 她需要的可能 还是跟经济有关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觉到 这个她有时候会跟我说 但是可能我也没有 很仔细地往心里去 因为我觉得也不是 什么大时代的会商量 对 她主要的就是 有的时候 她也许觉得经济压力很大 还有一个 她觉得你的财务不透明 其实 龚先生她主要的一个意愿就是 她希望 在她需要的时候和她 比如说她的经济困难 或者在家庭的这种负担上 或者说 对经济的需求上 你能明白她 能在适时的时候 能够去理解配合她 没关系 这个以后真的我会全力配合的 然后自己会积极主动的 就是说把财务这一块 也会公开透明化 赵女士的态度很积极 在了解了丈夫的顾虑后 她都很爽快地表示 自己会去调整 她的积极表态让人动容 那么这会对她们的婚姻 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这对夫妻还能携手同行吗 我们的节目正在手机江西台同步播出 以后你有什么需求 像我这么简单的人 你也没有必要真的隐藏在心里 让我去感知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当然我自己也会很努力地 多去观察和体会你的需求 在这一块 我希望我们双方都能够为这个家庭 往前走一步 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整 大家做一些调整吧 看能不能建立互信吧 是看她的表现来决定 还是看你自己内心的调整来决定 两方面都看 自己会认真地去查找自己的原因 后面做个改善吧 我们夫妻在这里真的非常感谢 穿过茫茫人海 两人结为夫妻建立一个家庭 共度一生干苦 这种相遇相知相伴 我们称之为婚姻 而婚姻的精髓恰恰在于包容 漫长的生活中 她偶然犯下一些小错 她有时状态不佳 没关系 请相互包容吧 以大度和温柔陪伴 在婚姻的阶梯上 你进一步 我进一步 一步一个脚印 两人相互搀扶着 走向拥抱幸福的终点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